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说是好预期 因为大家可以从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 增长 就业 通胀 顾民收支 这些主要指标来看 都是好预期的 一季度的时候 因为受新冠疫情的冲击 顾民生产种子 也就GDP的增长是负了6.8 所以当时这个数据出来以后 各方面也是很震惊的 觉得新冠运行的冲击非常之大 当时一些机构 包括一些学者 都是在谈后期的走势 大家觉得全年能够实现经济正增长 就非常不容易了 就很不错了 但是实际运行结果下来 大家看GDP增长是2.3% 总量是101.6万亿 透过百万亿大关 这是从增长的情况来看 就业的情况也是好预期 全年新增就业是1186万人 调查失业率是 全年12个月平均的话 是5.6% 在预期的目标 百分之六的目标之下 那么从通胀这个指标来看 走势是前高后低 也是是好预期 连错的时候是受生猪 还有些食品价格的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我们叫CPI 有些月份高的时候 是达到5.4%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是担忧 会不会出现通胀 有的人甚至用赤杖这个词 但是从实际运行结果来看 随着这个生猪价格的回落 或者是增速的回落 那么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也是在逐步的在回落 所以全年平均下来 是2.5% 大家知道2020年的 通胀的预期的目标是3.5% 所以它是在预期的 红冠条红目标之下 国际收支这个指标 更是好预期 多种情况 支撑到2020年中国的出口 表现比较明显好预期 传联是近出口增长 是1.9% 有负倦证 出口是增长4%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 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就是那个FDA 就是外商对中国的投资 全年增长是6.2% 将近1万亿人民币 这个数据是 我觉得可以是高度关注的 因为这说明 尽管国际形势变化很大 这是国外资本 还是非常看好中国的经济 看好中国的市场 第二个关键是 我觉得是来之不易 首先来讲就是 刚才所谈到了 念错突如其来的 这个新外游行的冲击 曾经使中国的经济 有20天的停摆 这么大国家 20天的停摆 所以大家的想象是 对经济的冲击 是有多么的大 第二个大的冲击 大家知道的是 世界经济 是深度衰退 这几年以来 尤其是上一年 这个国际经济危机以来 世界经济都一直是 在这种衰退的边缘 在徘徊 在增长 那么预期的冲击 是加大了这种 经济下行的压力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世界各个的需求 锐减 这个单边主义 是保护主义 这个盛行 所以这些方面 就是我们面临的 外部的挑战在加大 因为第三个冲击 我觉得就是 一些超级大国 利全球化而行 对我经济各个方面 实行全方面的打压 包括经济贸易的限制 甚至对企业 因为不需要用国家的 这样一个力量 来打压我科技企业的发展 所以这三重巨大的冲击 都可以说是千说未有 而且这三重冲击是相互得家 相互影响 所以面对这么巨大的冲击 但中央是保持定力 国担决策 科学统促 运行方向和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推进复工复产 尤其是在一季度后 及时的出台六保的政策 而且加大宏管经济政策的对冲的力度 所以推动了国民经济 这个是持续稳定的恢复 所以这个恢复过去这一年 这种走过的这种历程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说来自不易称之为坚 第三个关键词我觉得就是世界瞩目 一万美元 这个主要的经济体 经济体重 我们应该说是 从目前的初步判断来看 可能是唯一真正常的国家 所以这份成绩的 说是世界瞩目 是毫不夸张 那么中国经济的成功重启 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来讲中国经济率先复工复产 而且是实行的稳定的复苏 应该说是增强了全世界各国人民 然后抗予斗争的信心 这个推动本国经济复苏的信心 所以应该说我们在这两方面 应该说都积累了一些经验 也是给世界人民 在疫情防空常态化下 来复工复产推动经济 提供了中国经济 第二个来讲 中国经济是率先复苏 稳定复苏 我觉得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 包括抗予斗争 取得最终的胜利 应该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从二季度开始 就是在大量的向国外各个国家来提供抗予物质的出口 满居国内需求的情势 满居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 这个海关发布的设计 去年在一年 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口罩是2242亿字 有一个把中国人口排除在外 就是剩下的全世界 其他国家的人民 就相当于 大致是美人是40字 另外对延缓 或者是说降低 这个世界经济的衰退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 一些经济的这样一种下降 应该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带动作用 尤其是我们的进口 我觉得是对有些国家的经济 应该是起到了很重要的稳定作用 所以从这两个层面上来讲 中国的发展 实际上是对世界经济来讲 是福音 我们是这个发展 是吧 这个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动力 而不是威胁 而不是挑战 那么之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 现在的这个疫情的变化和外部环境 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的复苏的基础也还不稳固 那在您看来 今年中国经济所最需要关注的风险 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这种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我们这个疫情的变化 是吧 它的控制 它的发展 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呢 就是说风险点 就是国际环境的变化 世界经济的复苏 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除此之外呢 一个就是说是实体经济的困难 我觉得还没有根本的改观 虽然说我们说中国经济 实体经济顶住了冲击 但是毕竟受到了一些影响 尤其是一些中小微企业 这个生产的经营 还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从去年的全年的数据观察 从近期的一些指标来看 这个实体经济是 无论是从生产经营 还是从它的债务问题 还是从它的这种利用情况来看 我觉得都是存在一些 还是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说有效需求不足的 这样一个问题 还是存在的 虽然经济复苏的同时 有所缓解 但没有根本缓解 那么2020年的情况来看呢 就是说 无论是从投资层面 还是从消费层面 都存在一些胆板弱项 因为从投资层面来看呢 主要是制造业的投资 还是负增长 因为总额的投资 全年增长是2.9% 但是制造业的投资是负的2.2% 从消费领域来讲 就是刚才也谈到了 社会商品领数总额是负的3.9% 是宏观指标中间 没有转正的一个指标 综合这几个方面吧 我们说 虽然说中国经济在稳定复苏 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 所以2021年还需要继续夯视 经济复苏的基础 尤其要是认真贯录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 和八大重点任务的部署 一方面就是 坚持稳重求经济工作这种基调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这个政策 中央也讲了 不要激广弯 还是要加大企业的疏控力度 来夯视稳定发展的基础 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还是要在稳定的基础上去进 推动拓展进的动力 那就是要主动对接 私事务规划的要求 按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这样一个要求 来壮大经济创新的动力 来深化工具材机构性的改革 来加上需求策的管理 包括改革开放 在航式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 增强经济稳定复苏的动力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开好区旗号部 那么2020年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 是经济总量超过了100万亿元人民币的大关 而在这之前2019年 我们的人均GDP也超过了1万美元的关口 有人就评价说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长大了 那您觉得长大以后的中国经济应该怎么样发展 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成长中的烦恼 中国经济现在正在长大 而且是在加快地在成长 2000年的时候呢 我们经济总量 就是GDP的总量是10万亿 2010年是达到40万亿 2012年是突破50万亿 去年突破百万亿 这样一个大关 上了一个新的大台阶 除了经济总量以外 虽然中国的很多的产品 一些包括一些技术设施的总量 在全世界都是明年前茅的 那么当然这跟这个中国人口总量大 技术大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这个是总量是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 成长是值得高兴的事 但是呢确实是也伴随着成长的烦恼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呢 主要是指这种国际的环境在变化 国外就是说说 这个看待中国经济成长 这样一种心态在变化 那么变成一座中国经济 在世界的地位的提升 它的影响力也在扩大 那么在这种世界变局情况之下 所以怎么样来看待中国经济的崛起 各个国家有不同的一些价值观 有不同的角度 但是明显然感觉到的时候 是一些超级大国 它的这种交易感 这种危机感在上升 心态很浮沌 那么与此同时呢 世界经济有受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这是近于一种 2020年是大幅涉退 现在在之前呢 世界经济就是一直是持续在 去在一种缓慢增长的状态 而且全球化 这种遭遇挑战 利益全球化是思潮抬头 单变主义身心 那么在这种格局下 我们面临的外部的环境 风险挑战确实在增加 内部来讲 就是中国经济正处在 结构调整的 公坚期 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也是社会矛盾的突发期 因为我们GDP 总量是突破一百万亿 人均GDP超过一万美金 现在近于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呢 根据国际经验来看 一般是伴随着 这种社会矛盾也是在突发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由于中国经济是长期以来 结构性的问题 是没有根本解决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 还比较突出 周期性结构性 这些矛盾相互交织 给我们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面临的内外挑战 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些问题 我觉得都是成长中的烦恼 因为有些是到这个阶段 你面对的新的问题 新的挑战 你长大了 大家对你的期许就增加了 你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所以你长大了 我们希望不光是规模性的扩张 还要是内外兼修 你的发展的品质 可持续性都要增强 都要提升 所以我觉得这种烦恼 是一种成长的烦恼 是快乐中的烦恼 那么怎么样应对中国发展过程中间 和成长过程中间的烦恼 我觉得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应该说是给予了充分的这样一个布局 提出来我们要立局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总体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占有魔化 是指引中国经济 今后未来高资料发展的必有之路 所以我们是 我觉得这也是应对和解决 根本上解决成长中烦恼的 这样一个战略举措 说到GDP数据 我也关注到不久前 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了 经过最终核实的2019年的GDP数据 那么GDP总量是比之前初步核算的数据有所减少 于是有网友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 我们把2019年的数据算少 是不是为了让2020年的数据更加好看 您能否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同时也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中国的GDP数据到底是怎样计算的 前不久我们发布了2019年的GDP的最终核实索 是比年初发布的快报索 是少了4,350亿元人民币 增速小调的那一个百分点 这个调整修订是一种正常的制度化的一个安排 不是像有些网友所调侃说的那样是为了做大2020年的GDP的增速 那么从它的因为只下修了4,350亿元人民币 所以它对这个用百万亿的GDP的这样一个总量增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之所以说它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是因为我们国家统局的核散制度 这个制度是在网上是公开的 已经就是说是这个规定 中国GDP就是说它是经过两个核散 它是经过两个阶段 年初发布的快报索 年底的时候我们会发布GDP的这种核实数 GDP修订也是一个国际惯例 国际惯例 像美国它现在它们修订更频繁 它是一年是它要修订四次 日本是修订三次 第二个阶段GDP的核实的数据 它之所以存在必要 是因为它掌握了更多的核散所需要的基础数据 所以我们最终的核实数据 应该说是更准确 更客观 因为它占有的资料更全面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GDP要进行一次最终核实 就是这个文明 它是秉承着统计事实求是的这样一个精神 好的 非常感谢胜来运副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